大家好,我是東京東橋 我是鮑勃 我是維恩 好,今天又是我們的東京隨機冒險 哇,已經進到第12集了是不是 之類的 所以我們現在人在竹地市場 因為竹地對我們來說是在熟到不過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不用特別做任何的搜尋 我們就直接開始玩吧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 655 個車站中 隨機選出 4 到 6 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金王永山 喜之十九 瑞疆 天王洲 艾瑞 我們第一站 從新宿旁邊的高原寺 走四十分鐘的車 來到未來非常都心位置中央區的竹地市場 對,然後我們今天安排這邊是第一站 對 然後主要就是因為竹地這邊 現在廠外市場其實還是有營業啦 對 之前的搬遷其實是廠內市場的搬遷 對 那廠外市場的一些有名的餐廳其實還是有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趁它啊 因為它大概最多營業到十二點一點 嗯嗯嗯 今天是一月三號 對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天都開車 我們就讀路看看 對,所以安排第一站 那就先去吃個早餐 前面這一條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那個有名的廠外市場的餐廳 不過看起來好像開的店家數不多 哇,這一排最夯的店幾乎都沒開 對啊 全部槓龜 哇,如果是這個時候來日本玩的應該也覺得很失望 超氣的那種 那個法國人有沒有 對,背了30個小時在這邊吃那個流雜凍對不對 對啊,結果只剩下這個 這個是我們之前排湊樹用的 對對對 常常吃的這一家 哈哈哈哈 高貝 哇,全部沒開 連那個烤鮪魚排好像也沒有 好,有開了只剩大 只剩大湖啦 但根據我的經驗 大湖都不怎麼好吃 所以就先PASS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就 因為剛剛那一排都沒有開 我們就走進場外市場的另外一個區域 只要有開都是爆滿的 連實際上買都人很多 我剛看地鐵的廣告 實際上買在那個土地有八家 超誇張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實際上買是什麼的話 就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老闆 他是不是每年 以前每年都會去用最高的價格把 當年最貴的黑鮪魚飆下來 對,然後聽說他另外一個就是奇聞意思就是他把索馬利亞的海盜就是全部消滅的意思就是他讓索馬利亞海盜有工作去做 所以他們就不當海盜了 因為為了要就是做他的壽司的生意 對,超厲害 排隊中 這邊還是有這一條路上有比較多店有開 他們是不是講好了 對對對 就是那個商店,不是同號會 商店街組合 我們開一下好了 今年的生意都堵了 對對對 靠1月3號賺大錢 今年靠這一局了 對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藥妝店、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快去看看 這個市場通 走進去 然後就有一家這邊蠻有名的 好像叫虎杖吧 對 然後虎杖他是 反正我記得他最夯是有一個全部都是海膽的洞 就是這個 國產嗎 然後這個 要一萬兩千五 對,這個是他最有名的料理 很像排到那邊去 我記得是往這裡面走進去就死了 麵屋不上 之前那個徐海麗好像有吃 好,什麼 一萬兩千五喔 對 哇 可是我覺得海膽吃太多會膩 對啊 我個人覺得 我喜歡有點變化 對對對 再加玉子燒 沒開 來 那由於這邊我們快速的繞了一下 基本上店家是有一些有開啦 對 但是也要排隊 然後可能也 也不是最夯的那幾家 對 所以就算了吧 好 一二三跟我一起唸喔 謝謝觀眾包容 謝謝觀眾包容 因為 我們這一集雖然開頭沒有在那個 Little Mermaid 但是 因為是年末的關係 免不了還是在一個神秘的地方吃的早餐 好吧 對 沒辦法吃鮮魚 就杯咖啡 坐 喔 再來從竹地市場 坐20分鐘的車 往南來到天王洲島 天王洲島會在品川區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天王洲島 真的就是一個島 好 這一站為什麼我們沒有拍一個查資料的橋段呢 因為其實這一站它的重點就在天王洲島的其中一個部分 然後很多藝術品等等的東西 那去年其實我有接一個案子 就專門在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有充滿藝術氣息的地方 找個中餐吃 然後順便晃晃 但是我們其實想去的地方叫TY Harvard 它今天是沒有開的 比較可惜 那家我看你介紹之後我還蠻想去的 好吃啊 然後順便提一下那個 我們那次的合作是跟 東京都的觀光財團法人 對 所以算是官方 所以如果大家去搜尋一個IG叫 TOKYO TOKYO NEW MEETS O 算是政府官方的IG 跟他們那個Campaign的名字 就可以看到他本人 被PO在上面 超屌的 謝謝 所以我們算是東京都的代言人 可以這麼說 跟那個 十元 十元李美差不多 十元李美是同等級的 差不多 好 包博上廁所 年底 反正從十月到現在 我一直有一些 不同的身體的狀況 然後 今天其實拍隨機冒險 但我們進度非常緩慢 因為我現在 走路速度跟阿公差不多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我右大腿有點拉傷 所以 走路蠻痛的這樣 所以當網紅不容易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已經 就是盡量在 展現好玩的一面給大家看 有一次四十歲的網紅 這邊感覺是有認真規劃過 對 你可以發現他其實路上很多不同的藝術品 對 我這邊馬上會想到那個華山文創 對 我上次拍照的地方那個牆已經裁掉了 等一下會過去另外一邊 你可以看 直接看這個好 你看 各位看一下 對 這就是那個天王洲的那個 對 所以他其實路上很多 就是各種不同的藝術品 然後 可以去發掘這樣子 所以他算是把藝術 融入這整個大的區域 可以這麼說的 而且你說你上次拍照的牆沒有 所以就代表他的 Art Project 可能會有一支更新 對 然後因為這邊是靠海 所以 對 會一直有那個 水的景色可以看 對啊 超棒 不過有點可惜 今天 基本上好像全部都沒開 對啊 居然 這麼不想做生意 真的 比我們前兩天去的地方都還要 可憐 真的 那邊有點那個 柏爾特區的感覺 對啊 大門深鎖 完全一家餐廳都沒辦法吃 可惜啊 就是 T-R Harbour真的很好吃 結果 我們竟然 就看他的外觀 就看他的外觀吧 望陽星探 來 望陽 哈 星探 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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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對這邊絕對絕對可以 因為他有很多 吃的東西 然後博物館 咖啡店 以及最重的就是 整個 河景或是海景 這樣 因為他不是只是說 一個車站出來 可能周圍 兩分鐘 因為通常隱藏景點 可能是小小的 對 那但是這也是一整個大區 然後包含風景 包含餐廳 商業設施 但是 基本上我認為 應該沒有 因為連我都不知道 所以應該99%的人都不知道 這邊可以說是隱藏的小島 對不對 天王洲島 對不對 那邊好像有一些東西可以吃 耶 這家店有開 耶 咱們來吃披薩 哇 好像很棒耶 做的那個 好開心喔 連狗狗都有 對 狗狗看起來很開心 對 哈囉 你點的這是什麼 Chikin prefix 它應該是炭燒雞肉吧 我猜 嗯 加點醬 加點鹽 嗯 嗯 根據Bob說 正常水準 噢 還不錯 很creamy 吃飽啦 你覺得這家餐廳如何 我覺得這家餐廳其實 15就還不錯 15有到水準之上 但是呢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新年 人太多 然後他們可能反應不過來 所以送餐的順序啊 就是有點怪怪的 像我的是主餐才先上 然後接下來才上面包那些 有點可惜 我覺得以這種 就是比較偏景觀餐廳來說 這家還算 就是正常啦 就可吃吃看 好 那我們吃完飯 繼續在這邊 散步一下 好 最後再 上完步再離開這個區域吧 再去 瑞江 那請問你對瑞江有什麼期望 我對瑞江的期望就是 起碼要有一個公園 那我可以拍一些東西 接下來坐一個小時的車 北東 來到江戶川區的瑞江 這裡已經接近23區的邊邊啦 瑞江站 而且它是有南口跟北口的 車站一出來 有Pachingo啦 然後松本青 然後再過去那邊有Nakao跟Gasto 嗯 基本上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 對啊 好另外那一頭 我要帶大家看看 我目前就看到有Softbank跟Y-Mobile 我們走出瑞江車站 現在開始帶大家 現在車站的附近 南北口都稍微晃一下 沒想到這邊 人潮汹湧耶 我覺得可以這麼說 對啊其實 又是一個 聽 那個名字聽起來很冷門 位置也很偏 但其實 生活機能非常豐滿的一個地方 那該有的連鎖店都有 那個什麼Moliva Coffee 然後Nakao在前面 然後還有Book Off 7-11 光是這個大概只相距10公尺 就這麼多點 超多的 這邊有一整間的 停腳踏車的地方 嗯 然後它是寫瑞江站北駐輪場 所以代表這邊應該 附地很大 然後大家會騎腳踏車來 車站等等 對啊 真的好多人喔 有一個專屬的超大停 腳踏車的地方 嗯 嗯 前面那個Olympic 也是算蠻大的超市吧 我家附近有一個 然後旁邊還有一家 超大的 自拍啊 然後 它的招牌看起來是舊的 所以應該就是賣DVD 賣書 租啦 租DVD跟租書的 對 也是有些賣的 然後我們剛剛地圖上看到 這邊啊有超多學校 對啊 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就是學校 所以如果你想要常居 常居在日本的話 嗯 那就住在瑞江這邊吧 對啊這邊有學校 然後生活機能很方便 又然後再加上它很遠 所以你就可以去買那種 稍微大一點的房子來住 對 而且這邊還是東京二三區裡面 不能小看這邊 就是有 唐吉科德的車站 通常代表說 這周遭其實還蠻多人在使用 然後蠻多人居住 你看這邊有一個超大的唐吉科德 然後還有 上面都是一家 另外一家超市 然後還有一些餐廳 在這裡建築裡面 這站應該是我們 十幾集以來 我覺得 不能說最厲害 但是我覺得 生活 車站附近的生活精神 非常完整的一站 除了剛剛那個 超市啊 唐吉科德之外 在這邊竟然還有一個那種就是 有溫泉 然後有游泳池 然後有gym的地方 超厲害 我覺得這邊應該也是 產業道路吧 就是幹道 所以也蠻多這種大型的 適合家庭吃飯的餐廳 然後可以停汽車等等 那像我右方的那個吊子丸 其實它是 還算 市區不太常見 但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還蠻常見的一個 壽司連鎖餐廳 然後我自己吃過覺得蠻好吃的 那Cocos inside 也是蠻適合家庭 就是一起吃飯的一個家庭產品 這裡是學校的天堂 真的 還有一個 國際幼稚園 還有一家超大藥局 我以為你在前一天在電視上看到嗎 這個 沒錯 發掘恐龍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好像可以從泥土裡面 挖 也沒有其實 我已經知道是什麼恐龍了 這個 它是一個類似餅乾巧克力的東西 對 然後它外層是黑的 裡面是白的 所以它這一層是有點像恐龍化石的感覺 這樣 我現在蠻便宜 一百塊而已 感覺小孩子蠻喜歡的 是不是像雷神巧克力那種 餅乾加巧克力 有點像 但比較沒有那麼甜 好吃 挖掘到恐龍囉 感覺小朋友應該會很仔細的 把我旁邊都咬掉 對啊 我剛在裡面就是 買那個酸痛貼布貼腳 然後我說順便幫我媽買 因為她要買那個荷麗大命 因為加起來就五千多 講說免稅一下 然後結果呢 剛剛去免稅 然後店長搞超久之後出來 然後說 不好意思我們免稅的機器壞掉了 所以直接沒辦法免稅 對 然後我想說瑞江這個地方 這家店可能十年來沒有人 沒有外國人在這邊免稅過 所以她超級慌的 對 我們現在來到瑞江唯一的景點 就是東部公園旁邊的豐田神社 然後我們剛剛查到裡面 好像有一個富士種 我們去看一下 前面還有一棵大樹耶 對啊 沒想到在瑞江會有豐田神社 對 蠻神秘的 哇 他的手水是一塊石頭耶 對啊 蠻酷的 而且他直接給你接水龍頭 對 他直接 直接 這洗車吧 我們來參拜一下 洗車 洗個手 瑞江洗車手水 嗯 也沒有水 而且 他旁邊還說什麼手水怎麼用 然後結果 根本就是 一個水龍頭 150公分 的直徑 對 然後高是23公尺 對 然後樹林大概200年 登登 爬富士種 這個叫做夏蓮田富士種 登頂 成功 哇 你的富士種後面還有人曬衣服 真的 接下來是 東橋不負責任 可能是 日本之士時間 那個 我記得富士種那個東西 是因為富士山是日本的 雖然 信仰或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對 那他們就好像在各地的會設置 尤其是好像神社是不是啊 對 理論上你就是看不到富士山的地方 就可以設的是富士種 對對對 那你就是有一種 雖然我看不到富士山 但我還是可以 可以去有點類似 參拜參觀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去 爬到富士山 對 沒錯 那我們以後也來設置 玉山種 玉山種 對 就辦一張玉山銀行的卡片 精靈這神社就是 另外一個經典 東部公園啦 但我發現啊 其實東部公園 那小孩子玩的 叫什麼 遊樂設施其實還蠻厲害的 對啊 發掘恐龍 對 哇前面竟然有 就是好久沒吃到的棉花糖 來吃一個看看 欸日本有流行棉花糖嗎 有啊有啊 日本棉花糖還蠻紅的 對啊 第一次知道 真的 好 我們上次吃棉花糖什麼時候 完全想不起來 可能小時候吧 吃吧孩子 我點了這個是可樂口味的棉花糖 有可樂糖的味道 讚喔讚喔 我喝的是汽水 南無捏 嗯 100塊很爽 超爽的 對啊 一吃下去就有一種 回到小時候快樂的感覺 對啊 這在元素三色加起來 我記得有很大可能就要一兩千 那一塊的 還第20 原來幸福只要100塊 你現在是日幣 真的 車站的另外一頭 有摩斯漢堡 然後有那個電信行 然後剛剛我們沒有拍的地方 那邊還有 Burger King 跟KFC 然後上班族必備的 陽虎青山 我們好像很久沒有這麼努力的 介紹一個車展 也沒有努力 是因為 信守年來 對 怎麼走都有很多東西 那邊好像又有一區 最後從瑞江 坐一個多小時的車 這些貫穿東京 由東到西 來到多摩市的金王永山 已經離開23區囉 我們抵達金王永山 我們從上一站坐到這邊 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每天坐到天昏地 天都黑了 對我們剛剛看了大概 距離我們上個地方 50公里左右 對 我剛剛看了 兩集 那個 99 對 然後玩了兩三場 怪物彈珠 才到 我剛剛看了 大概一集多一點的 日劇 然後現在才 才到 真的好累 所以大家也知道 東京其實真的超大 對啊 我們剛剛做的 你剛剛說50幾公里 對大概50公里左右 好 那我們就 開始尋找 金王永山 有什麼好玩的 就我出站之後才發現 這邊趕快比瑞江還大 因為它有金王縣 跟小田急縣都有經過 所以呢 我們就要在附近去 explore看看 有沒有什麼商業設施吧 對 這邊車站一出來啊 對 共購就直接有一些 像是 泡芙的店啊 然後抹摩店啊 然後這邊有賣便當等等 然後甚至直接 就有一家 摩斯漢堡 所以 完全 比剛剛的瑞江 還要更令人意外 而且那邊還有 illumination 對 然後還有麥當勞 所以這裡也完全 不是一個偏僻小 應該說 很遠 但不是小站 對 所以真的跟我們剛剛的 瑞江一樣 也有停自行車的地方 嗯 然後 一出站就有 Pachingo Family Mar 中華壽把 然後那邊 遠方 有一個 保齡球館 然後另外我們原本 有想說要去套這個 車站旁邊的 竹曲 弄湯 現在其實也晚了 然後這周邊看起來 有一些商業設施 所以我們就在這 商業設施周邊 晃晃之後呢 然後去看看這個公園 有什麼東西 然後順便找個晚餐吃吧 我覺得 坐隨機冒險啊 對 就是 讓我最驚訝的 還是東京的大 真的超大的 對 我們剛剛這樣左右看起來 從江戶船到這個地方 是50公里 然後每一站啊 只要不是太小 太小的站的話 其實都有這種 超大的商業設施 然後竟然有一個保齡球館 對啊 就是所有你認為 聽起來沒聽過的 很偏遠的 你自以為很鳥的站 其實出來完全不鳥 真的 不要小看這個地方 超誇張 哇靠 你看 直接就可以來泡 竹曲弄湯 根本就超大 對啊 超誇張 然後景名車站這邊呢 也有一大排的集合住宅 特戰的另外一頭 是超市 麥當勞 然後上面看到 Tolis 然後 看牙齒的 賣鞋子的藥局啊 反正就什麼都有 然後重點是 竟然有illumination 對啊 我們去看看吧 這個 illuminaid 光能散步道 そうですね 這不知道什麼 不知名的吉祥物 金王 永山獎 對 永山獎 那我們就再往前走一點點 看有什麼東西吧 對 而且我有點嚇到 就是 這個地方出來的 商業設施連通的超多 對啊 我們從剛好現在已經走了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然後再往前走又一個 而且重點我們還沒有落地喔 我們還沒有到一樓 全部都在二樓 對啊 超誇張的 這邊是公民館 圖書館跟消費生活center 所以這個地方 應該是直接連通 是公家機關 哇這個建築物 很high喔 超好吃的 對啊 我們再往剛剛那個 幾何住宅往前走啊 就來到一個超大的公園 就是有點可惜 因為現在已經晚了 但是呢我相信這邊 白天的時候應該是還蠻適合 就是 就是家裡一家三口 一家四口來這邊 散步閒晃的一個好所在 這邊還蠻多人在走路回家 有牽車的 還有散步的 嗯 すごい 而且可以看到 公園的那個 過去一點 有超大一棟集合住宅 然後往那邊 還有超多連動 大概maybe十個吧 超誇張 我說我懂東京 其實我一點都不懂東京 因為東京佐橋做這麼久 我以為 就是這個什麼永山站的 什麼都沒有 結果什麼都有 對啊 這公園白天感覺超大 應該說很大 但白天可能就會 更看得出它的漂亮 我們跑進來車站 吃一家咖哩餐廳 它四百塊就直接給人家吃 我以為 大概只有一隻 算是 蠻佛心的 這是什麼 Tandori Chicken 我點的這個是 Cheese Non Set 那這是Butter Chicken 這是我最喜歡的 嗯 很好吃 好 這是我點的 兩個咖哩的Set 有Butter Chicken 馬沙拉羊肉 然後有附一個小的坦路里 以及飯 甜點 然後還有一個超大的Nan 這樣子才一千五左右 對 我覺得 口味就是正常 沒有說超級好吃 但是 以它的CP值來講 我覺得是蠻OK的 對 我們吃完飯真的吃得超飽的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也就結束了 那我覺得今天的行程呢 族地以及那個叫什麼 天王洲 其實我都已經蠻熟了 所以就還好 沒有特別什麼感覺 但是我覺得 今天的最後兩個行程啊 我覺得不是很好玩 你要說來觀光是絕對不可能 但我覺得就是刷新我的感官 覺得說原來日本的小站 我自以為的小站其實是這麼的大站 這樣子 其實這週遭生活精神都非常非常好 然後難怪大家會說日本是一個很適合居住的地方 嗯 對 好 我的感想是一樣 就是這兩個站 讓我對於東京的 算是大跟規劃的完整 又更更驚豔這樣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東京水晶冒險啦 我是蘇文 拜拜 拜拜 拜拜